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消费文化 消费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会逐渐丧失 最终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文化在循环 波德里亚解释 大众有权做的只是 每月或者每年都自己的整套文化在翻新 他们能做的只是忍受这种时尚般的 永远动荡着的简单摆动的约束 人们消费的本不是文化本身 而是一种套路 抖音达人发布创意视频之后 抖音平台还会通过运营 引导普通用户模仿 在某一类创意视频火爆的时候 机器也会对这类视频做更多推荐 吸引普通用户参与 同时抖音官方和用户都可以发布话题挑战 引导用户在同一个话题下进行创作 抖音上海草舞 Silly Silly 首饰舞 甄嬛撞华飞 表演片段 金白娘子传奇白蛇腿 变成人片段大量的短视频 都以搞笑和模仿的形式呈现 这一切与1932年 贺旭黎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 描写的未来世界并无二致 中的未来世界是这样的 人们获取信息 不费吹灰之力 沉迷在欲望 无规则游戏和感官刺激的海洋里 杨葱集团联合创始人 聂杨德认为 目前的抖音也好 还是其他一些 数评的APP 他们这种全评 沉浸式体验 是很容易 让观看者新赠 多巴胺 分泌上升 也很容易 产生上瘾的行为 抖音也正在尝试 做出一些改变 此前已宣布推出 美好生活计划 声称将弘扬优质传统文化 作为未来内容 打造的重点 最近上线的文物 细经大会 制图在文物严谨性 直带创新性 与用户需求的交融中 寻找契合点 收获不少 外界正面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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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